目前就讀健行科大二年级的前锋丁光浩 过去在能人家伤时期 便以全能的身手以及出色的传球视野著称 不过来到大学赛场却面临转型问题 无法争取到太多表现空间 虽然球队目前在缺少控球的情况下 让他有了一些担任后场指挥管理机会 却反而让他更加难以施展手脚 对,就是教员希望我在上场的时候就会多出手 因为我在之前就是比较打纯四号位 然后现在就是想慢慢转型 然后教员希望我上场就勇敢出手 然后去冲墙篮板 就是有时候可能球队缺少控球 然后孟竹教员就会让我去尝试打控球 对啊,然后真的很不习惯 对啊,然后现在在场上 然后就去多要求,去多处理球 然后快去适应这样 丁光浩努力转型中至少都还能上场 相较之下大塌一届的学长高陈恩 从上季开始就饱受大腿伤势所苦 目前又一位西商高挂免战牌 看着同期的骨毛为家,陈范博艳 已经成长为球队不可或缺的主力 还在暑假获得入选中华白的肯定 更是让他不禁有点感慨 先把伤养好,然后再全力以赴的帮球队 因为毕竟伤没养好上去也是风险嘛 然后也没有办法全力帮助球队 对啊,所以就是在场下就 就是尽全力就帮大家加油,然后鼓励 可是有时候在比赛就在场下 有时候可能看队友投个三分啊 或是防守很,就是很 斗志很高昂,所以就想到 这时候应该是我展现的时候,对啊 然后看到他们两个越打越好 我也是觉得就是,替他们很开心啊 对啊,因为毕竟在中华白他们也收获很多 或许近期在球队当中有些不得志 不过高长恩和丁冠浩也相当清楚 只有保持健康更加成长才能拥有表现的机会 也期待他们都能各自突破自己的难关 成为践行迈向三连霸的重要战力 YT新闻采放报导